中秋節過後的第一個上班日 在清潔隊的資源回收廠 整個資源回收量明顯的增多 清潔隊人員從一早就開始忙碌 資源回收車一輛接一輛開進廠內 回收物需要不斷堆高來增加空間 祝福回收量比平日多出兩成 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慈激環保站 飲料瓶罐 年洗餐具 還有燒烤架 成為這兩天大宗回收物 喝的飲料的比較多 就是寶特瓶 還有禮罐那些 志工從中秋連假開始到結束 每天的分類工作都沒有間斷 量比較多 紙類 還有禮盒的箱子 飲料類都很多 大概多一倍 從回收狀況看 雖然民眾分類觀念有進步 但如果能再減少使用一次性物品 多用環保餐具跟容器 對環保的幫助會很大 大愛新聞 張國斌楊正平 北京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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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